2013年寻找日美乡亲教室 讲述在厨房 用真心寻找 用真诚走近 用真情记录 寻找的脚步从未停止 我们一直在路上 扛起杠铃 他翻山越连 上门培训残起少年 编织梦想 他让三百多个少女孩子 走上静静体育的舞台 2013年讲述 寻找对北乡村教室 真实记录 唐文汉身杀女人 祝梦立成 他叫唐文汉 是湖南省新宁县白沙成学的体育老师 也是我们寻找最美乡村教师 此次寻访的主人公 今天他要去给一个 叫贾远立的残疾孩子 送杠铃 并帮助他恢复训练 征得唐老师的同意 我们与他一同牵绊 从唐文汉到家园林家 要走十几里的山路 而这样的山路 唐老师已经走了29年 29年来 只要学生需要 无论酷暑年寒 他都要把运动器材 送到学生家里 两个多小时后 我们到达了家园立架 我们到达了家园立的 今天这些小伙子 我到达了家园立的 今天这种 今天把它送到家园立的 对啊 这个跳着走路的男孩 就是十九岁的家园 由于足腿 肩肩肌形被截肢了 截肢了 有多少年了 我四岁的时候就有问题了 过来到了初中时就解释了 那你现在怎么走路 就这样子 就跳着走啊 那拐杖呢 有拐杖吗 拐杖很断了 断了 那你要正常走的话 这是假肢是吧 是这个吗 你要按照假肢吗 对 是那样吗 我会出的时候就按照假肢 这下就这样 就这样 跳着走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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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 唐老师 你 为什么会让他练举重呢 因为 这个孩子 那个 吃苦来老 他在来 你看 他的手臂 你看很臭 很有 很有劲 这个手臂 很 家园立上小学时 就跟着唐文汉练习举重 那时 他竹着拐杖走路 因为竹拐 所以唐文汉发现 他的手臂 比一般的孩子 粗而有力 适合练习举重 他当时在西冲 当教室 可能江江那个学校 逼了之后 他到西冲去读书 西冲呢 他给我们家进 又不走那儿去 唐老师 真的那里 叫体育 就发现 原来 1984年 唐文汉从湖南 武钢师范学院 体育专业毕业后 回到家乡 白沙镇 成为了一名体育老师 从小生长在农村的他 深知山里的孩子 身体素质特别好 于是 每天放学后 他就带着几个学生 练习体育 然而 训练了一段时间后 一个新的问题出现了 在乡下来 大家看起来也可以 透露表演也非常整齐 能够翻翻筋 大家看起来可以可以 但是呢 也不知道这些孩子 往哪里输 运动用的投机 我觉得当时也不知道 一个偶然的机会 唐文汉得知 邵阳市体校 在招摔跤运动员 于是 他带着自己的学生 去参加选拔 但是 因为技巧差 年龄偏大而落选了 为了搞清楚 各个体育项目 悬拔的标准 唐文汉开始隔三差五 去邵阳市体校求教 要去请教教练 他们 说好 你跟我说些 什么运动员呢 有什么样子的 比如说举手 他就说了 那个 手臂 要臭 要短 这个关键呢 不要太活了 这个经过呢 你要活 腿越短了越好 能够坐下去 这个坐下去 屁股能够对你的来更好 他就讲了 这个手 身体来就 啪 他能够承受 你先跟我走一走 那个单跳的 就相当好 那个要跳两米了 那就 他就等于 教你的纪念了 不仅如此 他还翻阅书籍 研究湖南省的重点体育项目 然后结合农村孩子的生活和教育环境 终结出了自己的选材方向 一个那个 举重项目 非常适合农村的孩子 举重项目呢 有农村的孩子 能吃苦 能耐劳 在那个举重 还有甩胶 劳道 他们呢 年龄大一点没关系 他们可以说 十二岁年 年龄还好 有了这一套选材的标准和方向 唐文海又尝试着 选了几个学生送去邵阳市体校 结果没想到 他们成为了体校的骨干 他教练就给我的学生 比较好 还给我的多顺点 于是 他开始在周边的学校和教学点中 选拔体能复制好的学生进行培养 然后择优推荐为市对和省对 我想总有一天 我的学生能够走出大山 能够登上 能够领将台 2011年世界女子柔道锦标赛 52公斤级冠军 何鸿梅就是由唐文海发现 并推荐到学校的 不是不说 然后有一天我们是上体育课 他就问我们谁愿意愿体育 然后我就另一个去说了 这种时候 睡觉楼道睡觉之类的 他因为他家里可能 家里条件可能也不太好 所以他在家里的脑袋 可能参加比较多 我学上的时候 他的力量就特别大 于是每天放学后 唐文海就带着何鸿梅做体能训练 那时学校简陋 没有训练场所 他们就在唐梗边训练 没有体操电 就用稻草代替 无论酷暑严寒 他们一练就练到天黑 在唐文汉的指导培养下 何鸿梅的体能得到了提升 半年后 他被邵阳市体校选中 然而 这个走出大山的机会 却遭到了何鸿梅的父亲 何烈勇的反对 我爸问了我们 我们就是村里面的人 问了很多人 他说我 他说我女儿念体育怎么样 当时没愿意 或者看好的时候 不能念体育 女孩子念体育没以前途 就这样 然后我爸就回来 去编学反对 他说我不能 他说你不能练体育 他说 他们就说练体育没前途 你说女孩子 我这个女孩 要能够拿到冠军了 太阳要从我这个楼上出来 就不从那边 除此之外 让体肖的费用 对于何鸿梅家来说 是一笔巨大的开支 何鸿梅的父亲 靠打零工养家 母亲因为身体不好 一年四季都要服药 兄弟姐妹都在读书 全家人的生活种担 都压在了父亲 何列勇的身上 因为那时候的 年人很经常去 跟男生见的 经济很抵较 很经常 你也能收入多少钱 我那时候每个月 大概在我里 我们地方来 那时候没收入 为了不荒废 这颗好苗子 唐文汉 每天下班后 都要去 舒服何列勇 开始去 每一间都到 不想我等 你们问我 大厂红吧 然而 唐文汉 却铁了心 要舒服何列勇 从唐文汉家 到何鸿梅家 要走二十多里的山路 唐文汉 一连去的三天 才见到何列勇 他就 于是下了决心 反正就在家里等 一直等到天黑 太阳落山了 他父亲他们作风才回来 一连女孩想念 还有你女孩说 她去了之后 有个家庄啊 都不要你们的 你就送她学学 去 我说你还不什么亏 再来 我说 说不定 能够拿个什么冠军 唐老师 我这个女孩 要能够拿到冠军啊 太阳 要从我这个流程出来 就不从那边出来 可是唐文汉并没有放弃 在得知 何列勇的经济困难后 他专程去少梁体校 为何鸿梅 宣请减免学费 以解除 何列勇的后顾之忧 得到批准后 他顾不上 雨天露华 带着这个好消息 再次削开了 何列勇的门 何列勇 被唐文汉的情侣感动了 他终于答应 终于男儿去提校 我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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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生 学校 我认识 有什么味道 买的 从哪里的味道啊 我认识 你没什么味道 因为 吃菜不苦啊 哎哟 好了 他说 我们 认识 几个 在林 相互 下厨 认识 运动员 在唐文汉的帮助下 何鸿梅 顺利 准备了 少阳区提校 学习柔道 当何鸿梅 在省运动会中 夺得第一块金牌时 何列勇 终于明白了唐文汉的良苦有心 他觉得他女孩有出息 我那怎么也笑了他 我老外 太阳从你楼子出来 哎哟 当那时候不要再讲 那时候我真的也不 想也不敢想 不能想像 女孩这么有出息 此后的十几年间 何鸿梅 在全国 以及世界级的柔道比赛中 瓶瓶夺冠 但是 无论他走到哪里 他都不会忘记 自己的启蒙导师唐文汉 但是没有他的朋友 但是 没有他对我 对我的那种关心 关爱和支持 我说 不会走到那么远 1994年 唐文汉 开始在残疾学生中 选拔体育苗子 甲远利 就是在那时被发现的 那也是甲远利 生活最黯淡的时期 因为左腿畸形 他常常遭到同学的歧视 叫博 后来 叫的时候 我特别的 烦心 后来 特别烦心 反正有点 恐怖相似的 就在甲远利 对生活失去信心的时候 唐文汉 在一次送学生 去少阳体校训练时 看到了一群残疾人 在为参加省运会集训 要让唐文汉 突然意识到自己也可以培养残疾人 于是他找到了甲远利 并开始训练 好 好 好 建设 还有一下 是 好 我要先通过这个训练 希望他搞出生气 然后退 退学 退学之后 有工作 工作 就感觉到后面大半辈子的生活 有个暴障 这就是 就是没有搞出生气 他要不要花更钱 都是管家包起的 包起的 最少你达到多年身体的效果 最低他知道外面的世界很亮 很灿烂 与甲远利一起训练的还有四十多个残疾人 他们都是唐文汉 利用寒暑驾跑遍了新宁县十八个乡镇一个一个找来 然后把他们全部聚集到他所在的学校里进行统一训练 甚至把家园的学生直接接到自己家里来免费施住 对 对 对 这个房子 这个房子 对 这房子 这房子 这房子睡几个呀 你那时候家里面住了几个 四个人 一个床两个人 那个床两个人 有两个人 呃 有两个人 呃 呃 有两个人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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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非常感谢他 特殊生日聚会 回报 安情 2013 讲述 寻找最美乡村教师 真实记录 要杆扎夫子 如何为遗族山村孩子 插上梦想翅膀 2013年寻找最美乡村教师 讲述但处方 路真心寻找 用真诚走进 用真情记录 寻找的角度同位停止 我们一直在路上 唐文汉的家就在学校旁边 妻子李小梅也是老师 当年 两人每月的收入只有200多元 这些钱除了生活 还要从两个孩子上学 再加上残疾学生的吃住 这让人本就不富裕的生活 更加捉襟见肘了 由于训练强度大 学生们需要抹出营养 没钱买肉的他 每到周末 就带着学生去稻田里捉泥鳩 为此他练就了一手捉泥鳩的绝技 哈哈哈 哈哈哈 都已经长大成人了 贾远利因为中途考上技校 而没能成为运动员 但训练带给他的乐趣 让他喜欢上了运动 并为了强真健体 开始恢复训练 而其他的残疾学生 有的成为了优秀运动员 28岁的贾友华 就是其中之一 他就跟我说有很多残疾的人搞体育 可以改变命运 就还可以出国 可以上大学 还可以有工作安排 所以我就实行他 立体育成练举重 贾友华从小得了小儿麻痹 导致双腿畸形 因为手臂力量大 而被唐文汉选中练习举重 那时他们遇到的最大困难 就是没有训练器材 那时候没有杠铃 也没有训练床 因为我们是卧腿 是有一个那种床 你见过吗 健身房里面有的那种 就是我们家这些身边怎么都没有 唐老师也没有 加油华的父母都是靠种地为生 他是家里的老大 下面两个妹妹都在上学 家里几乎没有收入来源 为了省钱 唐文汉就利用废旧物品 亲手做祭菜 但是这个怎么和这个上面放的不太一样 这是我自己做的 这是水泥的 水泥的 你怎么做的呀 这外面好像是橡胶 对 我外面是两个小孩子机车的轮子 然后我当水泥给人家挂满水泥 因为当时那年钢链比较少 所以我就用这个 偷办法 那这一个得种多长 多少斤要种 这个有十公斤 那时候他们也是用这个来练的 这些杠链举重架都是唐文汉亲手做的 为了方便加油滑训练 他把所有的器材都挑到加油滑家 并且每个周末都会去加油滑家指导训练 他就走那个山路来嘛 然后我们那里他还要过活 过活 然后再走那个田间小路 下雨的话 那个到我让了我家 那个裤脚全是泥 然后他用农村里面那种 泥龙袋子啊 装着拿便当跳过来 跳到我家已经到了中午了 加油滑和唐文汉家 隔着一条宽三百多米的河 每次来回 唐文汉都要先走六公里的山路 到河边再做渡船 而一到冬季 渡船停得早 去年晚了的唐文汉 没有渡船可坐 就只能自己都过河 把自己的年衣年裤脱下来 把它叠好之后 顶在自己的头上 然后自己就 糖水滑水过来呢 回来的时候 听到有人敲门 我就打开门一个 哎呀那个镜头啊 简直是一个落康鸡啊 那个头发啊 全身啊湿淋淋的 但是他一裤了 就还是用手那个蹄子 身体又弄湿了 因为那个时候 我们条件也不好 他就那一身年衣服 如果要是弄湿的话 第二天就没 没一裤穿了 一年之后 在唐文汉的训练下 贾有华 凭借优异的举重成绩 一路冲进湖南省残疾人运动会 全国残疾人运动会 亚洲残疾人运动会 并骄傲地站在了冠军的领奖台上 2004年 他作为中国举重队的队员 参加了雅典奥运会 获得了女子举重 46公斤级比赛的第四名 如今 贾有华已经光荣退役 并在长沙开始了新的生活 因为我这条路是他指引的 他是我的恩师啊 给了我希望吧 也证明我是一个有用的人 现在 56岁的唐文汉 依然从事着 小运动员的选拔和培养不足 因为在他的心里 有一个梦想 我真的有一个梦想 就是希望有一天 我的学生拿到奥运会 讲台上 然后就给拿到一块金牌 为了这个梦想 29年间 唐文汉把自己完全交付给了这个小山村 在他的启蒙下 300多名山笔马 从乡村走向的世界 境界体力量不开 成为了都道摔跤 和举重等项目的 优秀运动员 同时他把体育精神 也传递到了 每一个孩子的形状 那我叫个什么叫个坚持 叫我成功的坚强 去尽自己的所能 去防止那些需要帮助的人吧 我需要帮助的人 多么 帮助的人 我需要帮助的人 我需要帮助的人